紀錄 表之後有沒有被取綫號 有 比如說小豬或者是什麼 小豬 為什麼我會叫小豬 因為很愛睡覺 叫 臭吟 黑美人之類的 啊 那我叫蜥蜴 蜥蜴 嗯 怕怕 轉頭呆之類的 叫抓喇氣 阿狗啦 為什麼叫阿狗 閩南語叫阿狗 阿狗阿狗 就叫我阿狗啦 叫我紅豆臉 是狗 小時候都被叫什麼老闆 那身邊有沒有朋友被叫一些 很夠趣的綽號 那個撈蟲 撈蟲為什麼會叫撈蟲 因為牠常叫抓皮革 牙牙 真可愛看你被叫這個綽號的時候 應該不會很開心 牠不適合叫鴨鴨 是因為小時候都很愛哭很愛吵 所以才叫鴨鴨 三人娃娃 小時候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長大就覺得還好 以前我那年代沒有什麼叫霸凌啊 我覺得那時候要看就是 雙方的那種感受 如果說像我們兩個如果很好 然後我幫你取個綽號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大家好玩就好 可是當然我們兩個如果很不熟 然後我只是因為不喜歡你 然後取得綽號應該就有一點 還好 就還蠻能接受的這樣 小時候還好 覺得很好笑 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說放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小狗牠是非常可愛的一個 很溫馴的動物 如果有人身攻擊那一類的話 就不行這樣子 有 有 為什麼 就很傷心說囉 就因為 就長痘痘因為青春期嗎 長痘痘就被人家這麼撐 就很傷心 很傷心 沒有 沒有感覺到被攻擊 不會啊 為什麼呢 爸爸熊還蠻可愛的啊 哈哈哈 你覺得幫別人取綽號 是不是一種霸凌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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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聖文 他最近被選了一個錯話叫神珠 你覺得適合他嗎 站在好玩的角度是覺得還蠻適合的 但如果在有道德角度來上應該是不太好啦 感覺是一種很...很汙蔑的那種錯 呃...有一點人神攻擊啊 不知道神在哪 嗯...有這個意思啊 只要當事者聽到都會生氣吧 你覺得這...不太好 適合啊 為什麼 長得比較像啊 對啊有像啊 如果說裡面叫神豬可以跟他過一樣的生活 喔!打死我都要啊 不要 為什麼 我覺得沒有那個價值 我不願意啊 喔!我願意啊 應該...沒辦法吧 我就因為一個稱呼然後去出豪宅的命 什麼意思 應該可以吧 OK 如果說只是被人家這樣講還過這麼好的生活 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不會 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富裕的 不是只有富裕的富裕 心靈的缺乏的話 我覺得 嗯... 我覺得掃心靈這一塊其實我也會不快樂的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我...我...我...被人家叫神豬叫下半輩子 我都願意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可以像他這樣子過這樣的生活 而且你看 以前家裡的紳士啊 還有住地堡耶 我們怎麼住得起 地堡OK啦 我願意被叫神豬 不是說是神豬 有名的 是神豬 是神豬 有名其中心 有一種 是神豬 有名的 是神豬 有名其中心ент